各位好 欢迎来到安逸爸爸说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 刚刚结束的罗兰Airphone 七周年用户展演活动的评选 那么Airphone到今年已经发布了七周年 罗兰电锤馆的线上的演奏的活动呢 获奖的名单已经公布了 共评出了个人重奏乐队 三个组别的若干名获奖者 作为罗兰公司的艺术家 产品研发的顾问 以及本次活动的评委 在这里我首先要祝贺所有获奖者们 其次要感谢每一位发布 真实现场演奏作品的电锤馆爱好者们 是你们的热情 是你们的专注投入 让所有人看到了Airphone电锤馆 这个新兴的乐器 它的独特魅力 以及它所拥有的广阔未来 这次七周年纪念活动 有数百位电锤馆爱好者都踊跃参与 我知道他们之前有人有很多原声乐器的演奏基础 比如萨克斯 比如长笛 比如小号 比如竹笛 比如葫芦斯 我还知道他们当中的更多人 其实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电锤馆的 正是通过他们刻苦的练习 通过一次一次反复的排练 让自己和他们的乐队可以脱颖而出 在音乐中找到真正的最好的那个自己 那么下面我就会对这次比赛做一个相对简单的总结 信息量可能略略有些大 所以我会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谈谈年龄维度 那么所有参加过过去一些年里面 我在各个城市举办的 爱把音乐沙龙这个活动的爱好者们 应该都会记得在现场的大屏幕 有这样一幅图 在此次参赛的电锤馆用户中 年龄跨度非常大 最小年龄的参赛者只有八岁 年纪最大的参赛者接近八十岁 正像我在阿姨爸爸电锤馆入门指南 这套书里面所写的 电锤馆是一件彻底打破了年龄局限的乐器 让每一个年龄段的爱好者 音乐爱好者都能够找到 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下面我们说说音乐风格的维度 纵观这次所有的参赛作品 它所用到的Airphone里面的音色 是缤纷多彩的 大家可以听到传统的原声乐器 也可以听到电音的音色 涉及到的音乐风格呢 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流行的 有古典的 有爵士的 有摇滚的 有名歌的 有电音的 从一定程度上面 充分展示了Airphone电锤馆 作为一个百变神器的主导地位 很早我就在书里写到 Airphone电锤馆可以去演绎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音乐的文化 在上册的一百八十一页第七章里面 我就写到了这件事情 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几百种音乐风格 而这些风格 Airphone电锤馆都可以去驾驭 那我们知道传统原声乐器的演奏风格 通常会相对的有限 比如某一些原声乐器 只适合演奏一种或两种音乐风格 但是对于电锤馆而言 多风格演奏是电子乐器 它的演奏的一种常态 那么艺术世界在我看来 它是一座百花园 百花园里的每一种花 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 电锤馆其实是个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乐器 因为是一个正常人 他都可以把它吹响 只要你的手指按对按键 都应该不会错音 但是罗兰Airphone的电锤馆 其实是一个演奏上限比较高的乐器 因为你需要去了解 内置的这几百个音色 它的所有的特征 你才可以弹得上合格的驾驭它 那么这次参赛的所有作品 大约占到了Airphone电锤馆 10%的音色数量 以及使用了很少一部分的功能 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 各位加油 你手里的Airphone电锤馆 其实还有更多的音色 更多的音乐风格 更多的功能 有非常多的提升的空间 等着你们一步一步的去探索 下面我们说说参赛者的地域维度 那么参加这次活动的电锤馆爱好者 除了来自于国内的多个省市之外 还有来自于海外的华侨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位 就是来自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老先生 他在演奏Airphone的时候 是使用的自定义执法 就是把所有的执法 全部自定义在左手上 他可以只用左手来演奏所有的音高 那他的这种演奏方式呢 其实充分的开发了 Airphone的自定义执法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 就像我之前录过的节目里 经常提到的 它是在管乐器进化到第四阶段 由2016年发布的Airphone的第一代 A10它首先开启的一个 标志性革命性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关于这个功能 我在我出版的书里 在我发布的系列教学课程里 都多次的进行过讲解 以及告诉大家 它的方便之处在哪里 那么Airphone A10发布之后 在这几年里面 也有个别的其他的品牌 也与时俱进 在他们自己的型号上 跟进了这个功能 那现在其实已经2023年了 那么如果你手里的电锤管 连自定义执法的功能都没有的话 其实很难说是合格的 那么注意啊 各位选择你的电锤管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带有 自定义执法功能的品牌和型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